今天講特朗普、特朗普 其實早幾年很多人都看著特朗普 今天的新聞就是馬斯克那裡解封了特朗普在Twitter推特的帳戶 其實大家如果記得特朗普他還在任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在Twitter不斷寫很多東西 每天都在發 很多人看很多人捧場的 然後搞一下Twitter就把他的帳戶封了 其實這些當時都很嘩然的人說 你將一個在任美國總統的帳戶封了 他都明義上說他是否煽動暴力 所以這件事其實牽涉到言論自由 究竟有沒有真的可以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傳播的自由在呢? 當然他在Twitter那邊就說他是不是在煽動些人做什麼? 煽動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這些很有爭拗性的 那馬斯克這個人又很特別的 他搞了半年花了多少錢呢?我先看一下 440億美元 440億美元 對於我來說就是這些天文數字來的 那他就收購了這個Twitter推特 那收購了之後呢 其實都是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他就說 搞個投票 看看是不是呢? 就恢復了Donald Trump那個Twitter那個帳號這樣 那今天的消息呢 就說他就這個 新上任的這個馬斯克這個老闆 他這個人真的幾特別 他整天都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出來的 那他搞了這項投票呢 他就說那個投票結果顯示 有百分之五十一點八 百分之五十一點八 就是一半多少少 那他說收到這個網友的投票 他就選擇了是支持 就恢復回 這個Donald Trump那個Twitter的帳戶這樣 那然後呢 馬斯克他就說 他就說大家已經發聲了 那所以就解封Donald Trump那個帳戶這樣 那 百分之五十一點八 就是一半人多少少 那都很多人很開心的 不過Donald Trump就說 沒有什麼興趣 沒有什麼興趣去用 因為他自己都搞了有個社交平台 他就說自己的社交平台都幾好啊 這樣 大家記得這個2021年初 就是年多之前都差不多兩年 那美國國會騷亂發生之後呢 那這個Twitter呢 就用一個理由就說 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 這個行為的風險 用這個做理由就永久封禁 Donald Trump 特朗普那個個人帳戶這樣 真的呢 真的呢 當時我都莫了言 這個是 就是當時 川普還是美國總統來過 哇 這個這樣的Twitter 一個 Twitter算不算是一個社交機構 傳媒的機構 然後封了他的帳戶 究竟有沒有言論自由在那裡呢 那你說煽動暴力 其實煽動暴力 你都要有人聽他 聽他親親不知敵才行的 所以這些很難說的 就是是是非非 所以說 你講到這個言論自由 究竟有沒有言論自由呢 西方社會普遍來說是有言論自由 不過這件事情這樣看起來 都令人產生一個疑問 那是不是等於一些獨裁極權的國家呢 那馬斯克呢 就說 現在就恢復了 川普的Twitter那個帳號 那就可以大家都看到了 不過我自己就沒有用Twitter的 不過大家可以上去Twitter看看 那現在網上的人都說 應該看到了 已經正式解封了 好了 那不過呢 就傳媒報導 西方傳媒報導 就說 川普對於 再用這個Twitter推特 他說 沒什麼興趣的 他說 在美國當地時間 19號 就是現在這裡20號 他說看不出 這個川普說的 他說看不出 有任何的理由去 重返這個推特 這樣 他說堅持就會使用自己 建立那個社交平台 真實社交 他說自己建立那個社交平台 都幾好啊 非常之好啊 甚至用戶的參與程度 比這個推特更加高 那他說他自己呢 都很喜歡馬斯克的 很喜歡馬斯克這個人 不過呢 他自己 特朗普呢 自己就會繼續 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那裡這樣啊 那 那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 長遠看看 究竟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 如果他恢復他的帳號呢 其實都 再用回都沒有什麼所謂 只是多一個社交平台 啊 不過說起這些呢 其實就牽涉到 就是說這個 資訊傳播那個自由 還有壟斷的問題呢 因為我最近我發現 我在Facebook的帳戶 我有幾個帳戶 因為有些是一些 節目啊 還有一些是 涉及到其他傳媒的東西啦 我發現我最近幾個月 我都有一些 究竟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我是上載一些東西 就整天都好像上載不到這樣 那接著呢 有一次我還得意 我收到有個 他彈了的東西出來 在Facebook就說 哎 如果你繼續發些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違反那個 一些community 一些什麼社交社區裡面 一些什麼 不知道什麼東西這樣 我都沒有查一查 那接著我想再找回那段東西看 又找不回 找不到啊 總之呢 我現在最近發的東西 都是有些問題的 然後呢 他彈了那些窗口出來 就說 如果你繼續再發這些東西 就 當你那些是不是 垃圾郵件去處理啊 或者是甚至 不讓你再發東西啊 或者甚至是 你那個帳戶 那個帳戶 有些問題 其實在Facebook也試過這樣 Youtube也試過都是這樣的 所以 究竟有沒有新聞自由啊 言論自由啊 資訊自由啊 這些 所以我都拋了頭 究竟誰去定這些東西呢 誰去定你這些 說你這些是不是垃圾郵件呢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來的 所以有時候說 獨裁極權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一些 叫做民主自由的國家 為什麼都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當然啦 其實真的有些 是不是其他一些 外國勢力在那裡滲透 其實是中共勢力在那裡滲透 所以有時候 我看到網上 那些人在那裡議論紛紛 網上那些人說 喂 是不是現在 有一些 平台 請了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然後就說 是不是有一些 中共勢力的滲透 滲透了進去呢 那其實有些 就是這些 無可口非 就是這些 懷疑在那裡 真的有時候有些 看到 因為我都接觸過 一些傳媒機構 是西方傳媒機構來的 那我發覺很奇怪 為什麼接觸一些人 他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當然啦 來自中國大陸 就不一定要聽中共的說話 好似看中國 都很自由的說話 這裡都會批評共產黨 但是問題是說 為什麼有些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的 我接觸過一些西方傳媒機構 我都騙了頭 為什麼那些 來自中國大陸的那些 員工很奇怪 他們那些 立場 傾向 非常之奇怪 真的好像一些大外宣 這樣 所以我都騙了頭 為什麼會這樣 這樣 所以說起這些 我今天 剛剛上這個YouTube開 今晚的節目之前 我都發覺 有些人 都是在其他的社交平台那裡 說你每個星期在這裡 發這麼多事情 做這麼多事情 你是不是賺了很多錢 我這裡都澄清一下 我這裡 和Lucy 這裡 看中國這裡 我是嘉賓來的 我是嘉賓 我不是員工 我沒有錢賺 沒有代錢的 那我其實 有時候和一些報紙寫 我以前在香港 就有做新聞界 在香港又和一些報紙寫稿 那些就有稿費的 但是來了澳洲這裡 我才發現澳洲這裡 不流行有稿費的 英文報紙 中文報紙 那樣 不是 有些中文報紙都有稿費的 不過就不是全部一定有的 有些我現在寫了二十幾年了 其實都是自己興趣去寫 是沒有錢的 所以有時候外面的人不知道 其實就在那裡唱你 有時候呢 有些人可能是扮黃絲 其實可能是共產黨是藍絲 都不頂的 就好像說 2019年那些黃絲 什麼上街遊行 什麼示威 就說 是不是代了錢 代了美國佬的錢 其實那些呢 藍絲 小粉紅 那些才真的代了錢 因為那些我真的聽到回來的 我有些親戚 朋友 真的原來 就是說 舉一支五星紅旗出來 原來是收錢的 那 不知道說幾百元 當然就說 喂 那我說起這些 有些人就在那裡反駁 你舉一支旗是不是收幾百元 那我舉十支 是不是就幾千元呢 其實呢 當然他派錢不會這樣派發的 都是舉一支旗的 你舉十支旗 都是照樣派一支旗的錢的 這些我聽過不止一次的 因為我真的有些朋友 親戚在香港呢 原來真的遇過這些 收錢去做這些事情都有的 反而黃絲陣營呢 我就沒有聽過黃絲陣營 不過呢 我就 我今天早就被人來唱 被人來唱 喂 你做那麼多節目啊 那些 是不是你有錢代任 所以我這裡都說 我沒有錢代的 這些 有時候其實香港呢 我記得我以前在香港做新聞界 有一個特色就是 自己呢 是不收利事 不收錢的 不收那些不明來歷的錢的 那這裡呢 真是香港人 一個香港人的精神在這裡 就是我們呢 做新聞界 真是很 要講這個 不是收受利益去做的 而是呢 我們真是本著良心去講話 希望呢 就反映到一個社會大眾的聲音 去監察這個政府這樣 好了 那講到這個馬斯克呢 這次呢 其實這個馬斯克這個人 是很特別的 我再花多少少時間講一下 因為他剛剛呢 在上個月 10月初 今年10月初 那他接受那個金融時報 訪問的時候呢 他就提到台灣海峽的問題 那他這個言論呢 都引起一些爭議在這裡的 那他就估計說這個台灣海峽 是不是真的有個危機在這裡呢 真的可能隨時會打的 那他就為了防止這個衝突 這個台灣海峽發生衝突呢 他就說呢 台灣呢應該呢 就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 那所以上個月呢都引起爭議他這番言論 那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呢 那在上個月呢就 就曾經因為馬斯克這番說話呢 就發表了一個聲明 那呢就 說這個馬斯克提出呢 將一個民主國家 變成另一個專制國家的特別行政區 這個建議 那台灣和任何國家人民都不會接受的 那這個是台灣那邊就反駁了馬斯克這番說話 那民進黨的發言人呢 因為當時呢 很明確地拒絕了馬斯克 有關設立台灣特別行政區的建議 那這個台灣的中華民國軍方呢 表示呢 以後都不會購買特斯拉的電動車 不過呢 就很多人都議論紛紛 那馬斯克當時為什麼會說這番說話呢 是不是呢 因為他那些電動車 Tesla在中國大陸有市場 希望買多些嘛 那當然要討好中國大陸那邊 那所以馬斯克這個人呢 其實都有一些反反覆覆 都會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在那裡 不過我對他呢 就不是那麼熟悉 不是那麼了解 不過今天呢 我就看到這段新聞 說這個馬斯克就解封了 李振特特朗普的推特像這裡 的帳戶 端子的時候 這麼說 這個人物在中國大陸 都有cep 不過可能我們很多觀眾朋友都會有很多資訊都看的